大家好 我是宣文喜 今天和大家討論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 House 三個位置 先討論港股的大市情況 今天市早段是威水的 升過幾十點 雖然不是升很多 不過下午又不是這樣玩 反過來跌幾十點 不是跌得多 最後全日都是升跌不大 升十一點 收益5403 成交都可以了 848億 今天市早段能夠升 就是內險其中的股動力 包括國秀做得不錯 當然論升幅 豪賭股更厲害 包括這隻銀魚升4% 不過其後因為騰訊先升後背 令市拖回去升幅 最後全日升11點 今天市大致來說 升跌幾十點 不是很大的 其實外圍不是沒有消息的 有好有壞的 包括英國恐襲 又死20個人 這個當然不是太好 同時美國方面 息口形勢又升溫力加息的預期 原因是又有聯儲局理事 出來說 今年再加兩次 即是維持全年息 加三次 這個看法 說完之後 市場人士認為 六月的加息機會 又增加了 這個也不是太有利 不過當然 另外也有利好的消息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美匯指數繼續偏遠 看到已經跌到97之下 96.8 通常美匯對亞洲股市 或新的市場股市 是好消息來的 有好有彈 外圍有升有跌 不是太明顯 沒有特別的方向 好像日股和上海股市跌的同時 上海股市 失所已跌到50千線 但是 台股和韓股是向好的 看到這個台股 也有升10點 整個形勢是個別發展 沒有一方向 外圍的焦點很明顯 不是市場的視線範圍之內 反而大家看回香港本身 而香港本身 主要是看一隻股 都是騰訊 看看騰訊的走勢 今天剛才提到 先升後回的早段 升到280元 後來回回頭 最後收時 275.2 騰訊今天先升後回 已經進入很關鍵的時候 一方面從技術上來說 看到了 這個陰陽足圖 高開就下來了 出現淡有反攻的勢頭 這個當然不是很強的轉勢信號 但是要留意 加上 RSI 14天來說 已經去到86了 淡有反攻 交RSI 在極超賣區 所以大家要留意 騰訊的表現 這就是技術走勢方面看 與此同時 在市場以至基本因素來說 都是要特別留意 因為一來 今次騰訊急升 就是受兩方面的消息大動 一方面就是業績好 業績好 股價赤急爬上去 大行紛紛調高目標價 令股價升勢 火上加油 這是第一個業績推動 第二個就是其他科技股 這陣子的弱勢很明顯 令資金紛紛湧向騰訊 所以出現要大不要小的跡象 為何其他科技股那麼差 就受到股控機構的對付 一隻接著一隻 先是瑞星 然後科通深城 到今天通達 雖然暫時沒有股控機構 現身出來叫股 但又流傳消息 令股價一度是錯 所以令大家對小科技股 有些介紹 轉向騰訊 就是兩個因素推動之下 騰訊股價不斷狂升 但狂升之後 今天出現了剛才提及的現象 高開之後回軟 究竟這次高開之後回軟 是一次短線的整固 還是會不會購買力 已經差不多好準了 起碼是這一刻來說 中期或短期來說 會出現一個大的調整 就已經進入很關鍵的時候 究竟是否休息 簡簡單 隨便休息 還是出現比較深的調整 看著三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 就是這個 上面這個 綠色是轉去註止 都是當日業績之後出現的高位 這個高位是270.08元 第二個是十天市 第三個就是當日業績之後見過的低位 這個是256.4元 這三個很重要 如果失手的話 所以憑信僱之然要調整 市亦可能恆生之數 出現雙頂回落 那雙頂會不會形成呢 關鍵就是這個25000點 這個關口 這是雙頂頸線的水平 大家考慮一下實 好的時間關係 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